这个法案恐怖的地方啊 我们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中共只要认为啊 你有在实施间谍行为 它认为你是 你就是 理由就随便他们掰 权力就是大成这样 大家好我是新贼律师 那来到我们一周新闻回顾的时间哦 那本周呢 关于俄乌战争或者是瓦格纳集团 叛变的新闻是比较沉寂下来哦 但是在我们的邻国中国啊 哇他们不用发起战争 光是修改法律 就有可能会造成 跟中国有来往人事的人身安全问题哦 另外在演艺圈的消息哦 Coco李文不幸离世哦 这个消息让很多 对他非常熟悉的台湾人 感到非常难过哦 那另外呢 涉及儿少姓剥削的严亚伦 也遭到了检调搜索 还扯出了案外案 铜锣烧事件 又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话不多说 马上就进入我们一周新闻的回顾时间 好第一次要来看到的新闻是 中国反间谍法生效 美国调整至三级旅游警示咯 中国呢 在今年4月26日通过反间谍法的修订哦 那修订后的条文 就是会在今年的7月1日正式生效 因此呢 这几天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相关新闻 在讨论这个议题哦 而美国也因此将中国列为 第三级旅游警示的地方 那所谓第三级的旅游警示呢 就是建议美国公民应该重新考虑是否前往 而这个旅游警示呢 是仅次于最严重的 请勿前往的警示了哦 那同时间呢 美国也对香港发布第二级旅游警示 建议要前往香港的时候 应该要强化注意旅游安全 而澳门呢 则是跟中国一样 也是列为第三级的旅游警示哦 而且呢 美国发布的旅游警示内容甚至还警告哦 在中国大陆旅行或者是居住的美国公民 有可能会遭到拘留 无法获得美国领事服务 或者涉嫌犯罪相关的资讯 意思就是啦 我都已经劝你们要去之前要三思了啦 而且呢 你们去了 还有可能会遭到中国政府的拘留哦 所以我的话都跟你们讲那么明白了哦 你们到时候出了事情 我可能真的帮不上忙哦 那这个修订后的反间谍法 到底有什么恐怖的地方 需要美国这么严肃的警告他们的公民呢 好 这个法案恐怖的地方啊 我们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扩大对于间谍行为的定义 但相反的呢 这个定义内容却是十分的模糊不清哦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法案 在法案的第四条规定啊 什么叫做间谍行为 那其中呢 第三项就说 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以外的其他境外机构 组织个人都包含在间谍的定义里面 就是已经包括到间谍组织以外的人 那然后呢 这些人再去指使资助他人实施间谍行为 或者有境内机构组织个人与这些人有相勾结哦 实施搜集有关国家秘密情报 以及其他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啊 或者呢 策动引诱国家工作人员叛变的活动 通通都包含在内哦 也就是呢 中共只要认为啊 你有在实施间谍行为 管你是不是真的有被策反 或者是被吸收成为间谍的身份 反正呢 他认为你是 你就是 而且呢 什么叫做跟关系国家安全跟利益的文件啊 谁知道啊 你会不会哪天看到一台军机飞过去 或是坦克开过去 然后你就顺手拿手机给他拍下来 诶 搞不好就会被认为 这个是在搜集国家安全有关的资料啊 所以呢 这个条文对于间谍活动的定义是十分模糊的哦 好那第二个恐怖的地方啊 就是呢 新版的反间谍法 在第17条跟20条这里呢 就建立了一套所谓的 国家应该要建立起 反间谍安全防范重点单位管理制度哦 中国的国安单位可以选定任何一个机构 或者是企业 成为反间谍的重点单位 比如说呢 我要在阿里巴巴 在微博 在淘宝上面建立一个这样子的机构 只要这些单位或者企业被选上的话呢 就要提供国安部门想要的任何相关资讯 包含呢 民众的动态啊 你的习惯啊 你的隐私个资 通通随便这些国安单位获取实用 那另外呢 在第16条也规定哦 任何公民跟组织发现间谍行为 应当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所以呢 这样子的情势发展下去 会不会变成当初文革时期的时候 那种夫妻啊 父子啊 互相举报哦 这样子的惨状发生呢 看起来好像也不可能哦 那再来呢 这部法律啊 在第5章的法律责任中 也有一个独步全球的法律创局啊 我们看一下第53条的规定哦 实施间谍行为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那我们撇开说 他对于这个间谍行为的定义 非常模糊 这一点不谈的话哦 那这算蛮正常的立法嘛 构成犯罪 那当然就是有刑事责任了嘛 诶 但是接下来哦 这个立法就真的很特别了哦 诶对啦 我真的是想半天哦 想说有什么形容词 可以形容这样子的立法哦 本来是想说 诶 畸形吗 但是 其实你跟中国的情况对照一下 好像也没有太畸形哦 所以还是用特别来形容好了哦 我们看一下第54条哦 个人实施间谍行为 尚不构成犯罪的 由国家安全机关予以警告 或者处1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 以及相关的罚款哦 哇你们看看 我们不是常在说要无罪推定吗 在中国就是没这种道理啊 这条的意思就是 诶 虽然你的行为不见得有违法 因为违法就要依第53条 要追究刑事责任了嘛 那虽然呢不见得有违法 但是 诶 他们还是可以把你 关15天的行政拘留哦 那就等于说 诶 只要国家安全机关高兴 想把你抓去关 就抓去关嘛 反正也不一定要经过 法院有罪判决啊 反而随便按一个明目 说 诶 你这个行为没有违法 但是呢 我还是可以把你抓去行政拘留 理由就随便他们掰 权力就是大成这样 所以你们说这个法 是不是很恐怖呢 那中国集权程度哦 都已经到这样的地步了 真的建议啦 大家真的平常少去啦 连香港澳门也是 如果真的万不得已 非得要去的话 真的要劝大家 务必小心 好吗 好 第二个要来看到的新闻是 荷兰正式推出半导体设备管制措施咯 艾斯摩尔公司 9月起将更难出口设备给中国 好 好久没有来跟大家聊一下 晶片大战最新的进度到哪里啦 那下一周呢 因为新闻实在是太多了 有一个 攸关晶片大战 重要关键角色的重大新闻 没有跟大家更新哦 所以呢 这周我们赶快来补一下进度 那这新闻就是呢 荷兰在今年的3月间 就已经命令晶片设备制造厂商 就是艾斯摩尔公司 不能够把最先进的制作高阶晶片的 EUV曝光机向往中国了 那另外呢 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 各位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日本的经济产业省也宣布 要将23种半导体制造设备列入出口管制措施 其中中国就是重点管制的对象啦 因为根本就是冲着中国来的嘛 那当时呢 日本所管制的半导体制造设备 并不是要制造高阶先进制层的半导体用的 反而是都是拿来制造比较低阶的晶片用的 AE这样子下去 对中国经济的危害程度竟然是更大的哦 因为这种管制措施下去啊 中国连最基础的45纳米晶片也做不出来了 那其中像是A汽车啊 家电或是3C用品所要使用的晶片 中国就真的制造不出来了 就只能看外国的脸色从国外进口那 那其中呢 就有4成的比例是要从台湾进口的哦 那未来呢 这日本跟荷兰的管制措施再下去的话 这个比例可能还会更高哦 所以啦 听说现在台湾选举要到了嘛 有政客在那边说 诶这个台湾出口中国 那不是变成对中国的经济上的依赖了吗 现在执政党政府根本就是在说一套做一套嘛 应该要大胆一点 通通都不要出口中国才对啊 诶这名候选人确定真的可以这样子讲吗 这个话哦中国听了不知道会要作何感想 他都已经没有办法自己制作晶片了 你还要台湾直接断他的后路 诶这是纯心要颠覆中国的经济跟中国政权吗 真的啦要确定呢 说这种话搞不好就直接被中国列为是在实施间谍行为 小心到时候去中国的时候被抓哦 好啦那现在呢 荷兰诶他们又要出手了哦 我们刚刚说呢 荷兰已经禁止输往中国EUV的曝光机嘛 那这个EUV曝光机主要是要制造5奈米以下制程的高阶晶片用的哦 但是呢 这样子还不够哦 现在啊荷兰政府又说哦 连较刺激的三款最新的净润式生子外光设备DUV 也必须要先申请执照之后才能够出口中国了哦 可以想见哦 中国自制晶片的红月跟野心啊 经过美日和三国这样子联手围堵之后啊 我觉得可能是连呼吸的机会应该都没有了哦 那有人应该想说啦 啊中国不能自制晶片 啊那不就都进口就好了 全世界有谁敢放弃中国那么大的市场呢 嗯 听说啦 接下来美国政府预计在7月的时候 7月不就是这个月嘛 还要公布最新的晶片禁令 到时候还会禁止哪些晶片出口中国呢 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好第三个要来看到的新闻是 炎亚伦案引发铜锣烧事件 北市警察局长震怒表达不满 那我们现在呢就把焦点转回国内哦 这个新闻呢 虽然不像Coco李文过世的新闻带给大家那么大的震撼哦 但是呢 其实这个新闻在法律圈内引起的讨论度还蛮大的哦 话说啊 这艺人颜亚伦呢 因为涉嫌拍摄未成年性隐私影片的问题啊 在7月3日的时候 他的住家跟工作室都遭到了检警搜索 当天晚上呢就移送地检署复训 最后是由市领地检署预支50万元交保 不过呢这个案件呢却扯出了个案外案哦 检调在搜索过程中啊发现 AE宜是有参与的远警透露办案的相关讯息 跟内容给媒体啊 让媒体呢除了这个在搜索地点守候之外 还不断报导最新进度到哪里了 什么检方现在查扣了什么东西啊 里面有什么内容啊 有没有拷贝档案等等这些细节 那这样子问题就来了 因为我们不是常说侦查不公开吗 那所谓的侦查不公开哦 依据侦查不公开作业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啊 应该遵循侦查不公开原则的人员 是指检察官、检察事务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 辩护人、告诉代理人以及其他在侦查程序中 依法执行职务的人员哦 所以呢 这里有参与案件的警察哦 在办案期间就把侦查的进度通通透露给媒体 那当然是很有问题的啊 甚至可能会有公务员泄密罪的可能哦 因此呢 当天据说啊 这个检察官啊 后来就很生气 导致呢 隔天一大早 北市刑警大队的大队长跟副幼队队长 就提着伴手李铜锣烧到士林地检署道歉哦 那原本是铜锣烧也没多少钱嘛 检察官就算收下来 其实也算是正寝的人情往来啦 哦 不会有什么风际问题的 结果啊 听说检察官不但不收 还要正方式通知警方把铜锣烧拿回去 并且呢 还大动作的发表三点声明哦 可见啊 这个检察官真的很生气气耶 身为律师啊 我们是非常赞同检察官的做法的哦 不然呢 其实我们常常在喊什么无罪推定啊 侦查不公开 结果 我们打开电视跟手机 发现新闻里面讲的好像记者自己就是目击证人一样 那观众在看新闻就像是在追剧一样 哇一直看一直看 想说是现在最新进度是哪里了 那每个人都变成柯南在办案耶 好像觉得自己这样子看一看就可以写判决书了哦 那如果说这个判决最后不服大众的意 哇 还要大骂司法不公要司法改革耶 整个就是乱成一团哦 这种不专业 英雄化追求曝光度的畸形现象 其实呢 才是真正导致民众不信任司法的原因之一哦 所以啦 我觉得真的要给这个案件的检察官拍拍手哦 不知道你们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那记得留言给我咯 好啦 那今天的新闻就到这边啦 我要去买铜肉烧了 想知道更多法律知识 别忘了订阅影真律师的YouTube频道 也追踪我的IG 按到我脸书粉丝按赞 那记得赶快加入我们频道会员 以及官方来帐号咯 我是影真律师 我们下期见 拜拜